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水 你会去便利商店买个水 会有这个宝特瓶 然后宝特瓶有时候你可能会想再利用什么的 可是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边太利 像我这个就是切开了 你可能没有切得很齐就算了 然后边还很利 然后所以你切完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莉莉很怕割伤手 尤其如果是家里要给小孩用的话 然后就会觉得很烦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有几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想办法把它修得很漂亮 那第二种可能就是 胶带 就是利用胶带或纸胶带把它贴起来 可是这种做法就有点那个 久了之后那个黏黏的地方 可能就是会翘起来以外还会黏黏的 也是很讨厌这样子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可能会拿 打火机用火烤 对那但是这种呢 对我而言就是掌握度不佳这样 所以我今天来分享的 也是利用热度 但是别的做法就是利用熠斗跟铁锅的屁股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我的结果 那这个是我这个罐子的 把它切下来了这样子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 边边已经收得很漂亮了 就是它已经悬进去 所以它已经没有那个 它已经没有那个锐利的地方了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被我拿来当简易漏洞 那我要先说明就是 我没有使用过很薄的那种宝特瓶 像Twist Water的那一种 然后所以我就先把它 嗯切下来我需要的部分 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想把它利用 这边跟下面这边 在上面把它做成一个盖子 下面可能就可以拿来装一些小东西这样子 那我就先来切割 先找出我要的那个部分 然后韻斗的话 呃要请大家留意就是 因为我有试过了 那如果是像我刚才之前这一种的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饮料的 对它还蛮厚的 然后会我在利用我家的 呃韻斗的时候会用到高温 对 那但是其他不同厚薄度的 那个塑料的话 就要先从低温开始试 所以也请你们就是从 低温开始尝试看看 那我就先把它打开 好 我们现在是低温的哦 所以我就先来试一下 然后你会利用那个 韻斗的那个面 好像还不太够 温度不太够 用中间再试 试开头 有 这次有了 OK 因为这个 这个塑料比较薄 我觉得很明显就有感觉到压下去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这样 有没有就感觉比较圆滑了 可以再压一下下 让它只卷进 再更卷进去一点点 要让 整个切面对齐 有 它已经卷进去咯 这个的话因为我刚才剪的时候 没有剪得很好 所以就会 你看像 像我压的时候 就会一边比较压得下去 一边比较压不下去 但没关系哦 它一样可以盖起来 像这个就是已经差不多弄好了 然后 呃 就是你如果你事先良好高度 跟它的那个罐子的那个大小落差 就可以做成一个这样 然后 同间利用那个 平 呃 运斗的热度 然后就可以让它变平整 不会刮到手 然后 它像这个疼就可以当 亚线棒的罐子 之类的 对 或者是一些其他小物用途 那如果没有那个 WOODOUT 没有运斗的人 也没有关系 如果家里有开火 然后有锅子 铁锅 尤其是铁锅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 铁锅来用一下 我锅屁股不太干净 然后那个 我刚刚呢 就把另外一个 呃 那个 宝特瓶的那个瓶身 就再拿来利用 然后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我有稍微就是 剪平整一些些了 这样 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稍微剪成 剪得比较平整一点 然后待会儿压压看 首先我要先热一下锅子 那你当然不要用那个 食物接触的那一面来做 毕竟那个是塑胶 你怕会有一些疑虑 这样子 如果你是想要在老师傅上面 慢慢弄你的 你如果以后刚好是生铁锅 你就可以倒过来这样烤 那倒过来这样烤 就会变量 有稍微就是有把它压进去 收边 跟刚才不太一样 以上是今天的DIY小尝试 我们下次见 拜拜